那接着就是由我们民进党团发言 民进党团请发言 计时开始 好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韩市长 其实我们市府团队大家早安 那我想市长既年108年9月26日 到今天109年的5月4号 市长辞职有220天没有到过议会报告过 那我想近来因为武汉疫情的席减全球 造成人类的一个恐慌 及空前未有经济的一个陷入危机 那民进党团两次的跨党派联署 希望能够召开临时会 那都在国民党承讯委员会多数的表辑 一致停会 那我想这一点我要替市长说国民党确实不懂市长的心 市长因为对疫情的一个防疫及纾困的重要 想要借由议会的平台来表达向市民朋友 先导纾困以及防疫的重要 可惜这个国民党不懂市长的心 一直把你阻挡在门外 那今天终于可以看到市长来接受民党团 及各政党的一个执行跟答复 那我首先几个议题要来救教市长 那针对防疫及振兴经济以及市政的推动 那我想这一些在我们中央 陈时中部长领导的团队 以及我们市政府的潜力配合 能够让疫情得以欺凡 那也是天佑台湾 能够在这一次的全球 这个武汉疫情里面 稍微的能够做好 而且能够躲过这样的一个浩劫 那我想的是天佑高雄 那虽然人民逃过了疫病 那接下来的生活的一个维持 我想是后续 我们要见请市政府来做提早部署 有关百工百业的一个振兴 经济及产业的护施 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期待市府的相关基础 能够做最好的提前部署 我想这是第一个议题 那等一下第二个议题 我们就请市长合并来答复 第二个议题 J203的火警事件 不管是大发工业区的厂房 以及民载的火警 我们都要在这边向我们辛苦的疫警销 表达最大的敬意跟感谢 那民载的部分 我们也在这边表示 对五个宝贵的生命表示哀悼 那因为腿窗的一个事件 既报导 因为家庄的腿窗 让逃生不容易 那我想这跟治安 警察局长的治安 有相当大的一个连接性 人民对治安产生了疑虑 所以说家庄的腿窗 我想这样的一个日后 是不是能够在治安方面 能够加强宣导 让高雄市 让市民能够得到骄傲 让高雄能够成为一个遗迹的城市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感觉 居住在高雄 是一个安全遗迹的城市 那接下来是大发工业区 J2的一个火警 早上八点 那下午五点都发生 首先第一场是八点 我们在可林卫苏伊士的一个资源公司 因为混化炉的抵扎存放 造成了问题 那第二个下午五点 也是一个回缩厂 这个资源回缩的一个堆砌的场地 管理问题 我想这两个火警 都是跟这个废气物的存放管理 发生了重大问题 那这个环保局 是不是要针对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给我们党团 给我们在地的议员 做一个最好的回复 这是一个发生的 幸好没有人命来发生 那仅止于火警 那我想虽然说没有人命 但是事关这个零延大辽 空气中充满了的一个 漫天的这个熔烟 造成人体很大的危害 那我想建议市长 与相关技术能够做好 最好的环卫 那我请市长来做一个答复简单就好 这我们党团继续问 请市长最后再来中打 现在是民进党团来做这个党团的咨询 我想全世界上方的距离 必然是对这个咨询席到市长席 市长已经221天 没有进市议会报告 结果本来开10天临时会 必3天3天必半天 既然连个别议员的咨询都被剥夺 我想民进党团在这里要最强烈的谴责 我相信市长也很想念议会 也很想跟大家议员个别来讨论 但是没这个机会 我相信这是高雄市议会 一个最大的耻辱 所以今天韩市长来 200多天不快就你了 你欠市民三个道歉 第一个道歉 你不想来议会 不进议会 你要跟市民公开诚心表达道歉 第二个道歉 你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 制造恐慌 你刚刚说市民不要恐慌 但是我现在说最大的恐慌的来源 是来自你 所以你制造恐慌 你是不是要把市民打减 第三个就是说 你的这个二倍金 第二一倍金的使用 现在才过四个月 今年才过三分之一 四亿的二倍金 你已经用掉了八成 80.9%啦 那其中如果你用来做防疫 用来做纾困 来照顾我们市民的生计 或是做防疫的补贴 还是说做经济的振兴 我们不会说的 但是你这个用掉八成 里面 既然打了一项啦 我帮你算过 市长 这资料是支付我 三千五百十七万 占10.8% 你这个用来做防疫 二倍金用光81% 那其中只有10.8% 在做防疫的使用 我觉得这个是不及格的啦 刚刚市长你突破就突四十万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人你早就办冰推嘛 昨天你才做冰推演练啦 那冰推演练 这个是制造市民的恐慌耶 那你又在你的报告里面 去提到说 你要恢复我们市民消费的信心 你又希望说在这种 指挥中心解除开设之后 要怎么样大家出来消费 你的这个整个策略是错乱的嘛 在五一年假的时候 你们卫生局叫大家在在家 大家都不要出门 现在很均衡的 你把高雄市当做武汉啦 你把高雄市民 大家都动作八道 但是你的金发局 你的观光局 却劝大家 鼓励大家要出来消费 要出来观光 所以我搞不清楚 到底你的策略是什么 是要让市民安心 还是要让人人自为 这点指挥 你自己要想清楚啦 当然我知道 你要利用这个疫情 来得到一些政治的利益 你不要去想那些 你如果这样做不好 你作为高雄的防疫指挥官 请你不要制造恐慌 不管你要用普筛啦 用冰推啦 石兵演练啦 叶金川前所长也有说啦 他说这个封城兵推 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超超前部署啊 陈建仁副总统 他也有说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我们的台湾人民 可以恢复到一个 不敢说完全正常 你要正常可能要有疫苗 要有解药出来 但是起码回到一个半正常的生活状态嘛 这样不到我都经济振兴 你要振兴 你就是要让市民可以安心嘛 你有安心的生活 我们才有办法振兴嘛 我想这个市长你应该要同意 在防疫的部分 你们不要制造恐慌 纾困的部分 我们尽量配合中用的 刚才你的博客里面 都数都是中用的啦 除了暖心计划那条三千几万 你二倍金有用在那儿 但是全部只用了一层啦 市长你的二倍金已经用到八层 你知不知道 那其他当然还有灾害准备金的 那你如果后面呢 后面如果刚才房台要拖 现在讯息来要拖 还是你说你现在 医疗市长在处理 你如果时间到你就要走 你不可以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 二倍金是救命钱 二倍金你如果用在这儿 我们受疫情影响的 劳工我们的产业上面 但是怎么可以这样乱用 是吧 二倍金可以这样乱用吗 你车你打几乘用在这个地方 在之前我们争取无薪加要补贴 新闻局说企乎没钱啦 我说用二倍金来指引到没法 他说没钱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我们去调资料嘛 结果二倍金变得这样乱用 你欠市民一个道歉啦 市长 你要不要跟市民三个道歉 不建议会要道歉 二倍金乱用要道歉 制造恐慌要道歉 那你不要恐吓高雄市民嘛 高雄似人最讨厌的 最厌恶的 就是被恐吓啊 但是我觉得你做一连串的 包括兵推 使兵演练 你现在不敢讲封城啊 你现在说社区感染啦 但是台湾目前的状况 有达到社区感染的一个程度吗 并没有嘛 这中央这位中心也说得很清楚啊 那就算要封城 也不是我们地方首长决定的 苏贞昌院长李欢仪也有说 他说这是全国一致性的标准啊 是中央来认定啊 说我也不知道你办兵推什么意思呢 你后来很快 你如果办市场 有你在拆那些看板的效率那么快 我相信我们民进党团也很放心啦 所以市长 是不是请你 要还给高雄市民三个道歉 针对你的二倍金乱用 针对你不断的制造恐慌 以及针对你不进议会 你看做成这么大的问题 你要不要还市民三个道歉 今天你没说 请市长回答 市长你有要把市民投资了啦 三个道歉嘛 你的二倍金乱用嘛 你这个已经四个月用掉八成了嘛 你不断的制造恐慌 这个是背道而驰的啊 你只要经济振兴 你不断在拆责市民 会怕贏时 要怎么振兴 请主席 是不是请市长 站起来好不好 请韩市长针对 刚刚我们韩市村议员 以及我们陈志忠议员的 询问请答许 是不是约翠环市民三个道歉 非常感谢民进党党团的指教 针对刚才韩总召所提出来的大发工业区 只要想你那后边才说 我现在是在说三个道歉的报纹 你刚才不是说叫我全部听完你们的指教 我哪没说完呢 我哪边还有志宏议员 文议员呢 谢谢 是不是那三个道歉 你是不是可以先向市民啦 制造恐慌 二倍金乱用 阿哥你没有这次的机会 这个报纹 我想提出三个感谢 第一个感谢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你有要道歉吗 你的二倍金融你防疫只要一成而已 我想提出三个感谢之后 你现在已经用掉了八成啦 那你不给市民 因为你叫我站起来 没有我说还是 你要道歉吗 你先说 我先提出三个感谢 感谢中央在整个 从1月25号到现在 全国指挥这个防疫可圈可点 第二个感谢高雄市政府的 所有的同仁 跟高雄市的医护人员 全力的投入 第三感谢议会 给我们市政府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报告 好是对 阿你三个道歉 你有要向市民说吗 谢谢 三个感谢 你没有道歉你就请多 你讲不出来吗 来 交我直 韩市长 你就是这种态度 明明做错事情 制造恐慌 市民反弹 你不愿意面对市民 对你的各项的指教 就是这种态度 造成现在市民 大规模的反扑 市长 就在6月6号 最新的民调显示说 有65%的人 会出去 投下罢免票 先不论他投下同意 或不同意的票 有65% 多少人呢 换算公民数是150万人 即将走到投开票所 去投票 107年在选市长的时候 高雄市有1823个投开票所 选委会中选会耳提面密 希望赶快去出界一些投开票所 4月22号1513个 但是后来呢 教育局 民政局 发了一些限制令 以下说学校只能借两个 以下说只能限制借公家机关 一路呢 到4月30号 只有1182个 市长 这是个数学问题 同个地方 同样的投票时间 同样的人潮 投票所减少 就代表人潮排队会增加嘛 这是一个增加群聚风险的可能性啊 这并不是对于防疫 有任何帮助的一些作为 造成现在 高雄市民不断的反弹 我看 中选会做一些要求 教育局 吴军长不满啊 提了六点声明 里面讲什么 学校的设立与存在 是为了孩子 不是为了提供 教与学以外功能使用 我觉得很可笑耶 吴局长在讲这种话的时候 没有想到说 你落跑选总统 今年1月11号 投总统票的时候 市民不是 就在学校投开票所投票吗 前两天 统策 五月中即将学策 也是使用学校的空间 来进行考试啊 代表说只要防疫 的工作确实到位 就可以保障公民权 这是宪法保障 让每一个人 拥有选举跟罢免同等的权利 那现在呢 用这种行动干扰的手段 让高雄市的市民 民主无法落实下去 公民权被剥夺 前两天我看到 中选会主委南下 也发了声明 也说 这个罢免投票 比照市长选举1823个 我知道说上礼拜五 今天学校 收到一些公文 要来出界 陈雄文副市长 你是副市长 身兼选委会的主委 我请教一下 中选会有说明天 五月五号 就是必须把投开票所 借到1823个 请教一下到今天为止 现在高雄市的投开票所 已经借到几个了 请副市长回答 请陈副市长答复 那本席在请民进党团 在询问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主席 主席如果 主席如果你要讲话 主席如果你要讲话 请你暂停时间 这个是防疫唯有 那个陈主委 陈副市长 是谢谢 几个 现在到今天为止 你借到几个了 我现在还没有掌握 最新的资料 因为昨天是放假 那我们今天一大早呢 一直在恰戒 还在继续的恰戒 这是什么效率 昨天放假 你没有办法去马上了解吗 早上来不用了解吗 中学委讲说5月5号 马上要公告确定的投开票所 你都没有办法马上了解吗 意思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1182个投开票所 短少600多个 这样呢 真的有利防疫吗 数学问题 加加减减 沉沉除除 很简单 就是会造成人潮聚集更多 报委员啊 你要是要谈数学问题的话 我不跟你谈数学问题 你们可以讲说现在几个 你坐下 我了解了 请你坐下 陈副市长 陈主委请你坐下 你的身兼两个角色 造成整个高雄市的选务混乱 到底是陈主委 放任教育局吴局长 民政局朝局长 来背革陈副市长 还是陈副市长 要求 他们两个局处所长 来背革高雄市的选务呢 市长 我给你具体要求 你是市长 现在两个局长 都用一些行政干扰的手段 造成 现在高雄市的公民权 被剥夺了 已经有违宪之语 请市长当场承诺 你可不可以当场才是 只要市政府所管辖的机关 学校空间 任何需要出界在6月6号投票 这件事情空间借用上面 你承诺 所有都可以出界 今天就做到可不可以 请市长回答 达到1823个哦 时间请暂停 本席呼吁请民进党团的议员 针对此次的专案报告做询问 主席 这个跟疫情非常有关系 只要投开票所越少 人口群聚就越多 这很简单数学问题 请市长回答 那市长请针对防疫的问题 进行答讯 谢谢主席 谢谢民进党团 谢谢林议员 防疫问题 我们非常怕群聚感染 就像各位自己 二十几位民进党议员 自己左看右看 市长你不用再绕圈圈了 你只要讲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让投开票所公平对等 可以达到防疫的作为 借到一千八百二十三个就好了 你当场才是两个局长就会做 收回他们之前的限制命令 可不会当场同意 市府一切的作为一定是依法 请民进党团队 我给你要求的不是没有违法法力 是要求你依法没有错 你现在连同意跟不同意都不敢说 到底可不可以出借市府所管辖的空间 达到一千八百二十三个投开票所 可不可以 林医院容许我跟你报告一下 今天是防疫与会的专案 这个跟防疫都有相关 你不要再绕圈圈了 第二点我本人是当事人 基于这两点 我都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来市长 接下来十分钟 我会请你就站起来 陪我们站到最后 因为我都会问你问题 好不好 市长请站起来 可以吗 来 主席才是一下吧 你问完他要答许 他一定站着答许 你先请问 来 好 站起来嘛 来 先放影片 来 市长请看 我再补充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第一线 高雄市医护人员四千多位 市政府这边已经把预算都准备好了 我们希望这四千多位防护人员 立刻开始全面帮他们做一次裁检 另外 环保局 警察局 民政局 社会局 海洋局 第一线 所有我们市政府的工作伙伴 工作同仁 总共加起来大概有八千多人 到九千人左右 我们第一阶段 希望为了保护 我们高雄市的医护人员 希望全面帮他们做一次筛检 好来 市长 这句话是你亲口说的 有没有错 请你答复 是不是你说的 请市长答复 你就站着了啦 是的 市长好来 跟议员报告一下 等一下你回答事与不是就好 来 还有还有还有 放一下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医护人全面筛选 我们没有这样说过 这是不是也是你讲的 你就站着啦 这是不是也是你讲的啦 事与不是嘛 应该都是嘛 没有人伪装你嘛 市长 为什么你依然在说谎 4月22号的记者会 你说要全面普筛 4月25号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个就是你说谎 我请问市长 你知不知道肺炎防疫医疗相关背景的专业人士有哪些 请你回答 你站着赶快回答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级开设总指挥官 到现在你到底知不知道 肺炎防疫医疗专业相关人士有哪些背景 你知不知道 赶快回答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我告诉你 主席你要不要财政请他赶快回答 这防疫耶 要不要回答啦 总指挥官你要不要回答 你到底知不知道 请回答 请拿还是想答复 谢谢黄议员 虽然你的声音很大声 但是并不代表我有说谎 好了你先回答这一题 你到底知道哪些专业人士啊 我们针对高雄市第一线防疫的 第一线比较高风险的人员 专业相关背景人士有哪些 能不能先回答我 在负压病房负责专职的病房 你扯太远了啦 你要不要讲你跳火车的事情 给大家听是不是啦 总共有四千多位 你先回答我 你到底知道现在所谓的 防疫专业相关的事有哪些啦 你知不知道 另外一点 我刚才这个问题 我先让我讲完好吗 快讲 另外一点 市政府同仁所投入的 海洋局有七十位 我的老天爷啊 市长 你真的是扯到 有四位 你再拖时间扯到天方夜谈 二十八位 快结束了 来我告诉你来 我告诉你 防疫专业相关人士 如果第一指挥官不晓得 你要去请教谁 我告诉你 感染科医师 胸腔科医师 感染医师人员 护理师 医检师 医方师 或者公卫背景 或者是流行病学背景的专业人士 这个是你应该去征询的 结果市长 第一段影片 4月22号 你去跟所谓的高雄民间防疫联盟成员 开了个记者会 他的七大诉求 你几乎照单全收 看一下 这个民间防疫联盟的成员 他们的背景 有新国际理论试验中心召集人 有全国交通运输产业工会理事长 有高雄市人民团体 聘雇人员职业工会理事长 有成功大学台湾姓教授 里面勉强跟肺炎防疫相关 站上边的是麻醉科 是骨科 是职能治疗师 是精神科 跟我刚刚所告诉你的 专业相关人士 一点边都没有 这个就是 你把它放为最高指导原则的 民间防疫联盟 还是他们来帮你背书 你如果要找背书人员 请找专业相关人员 如果你连这样的资讯都没有 你真是溃当高雄市防疫中心的总指挥官 我告诉你 高雄市目前 11间的裁检医院 实验室可以做的只有4间 做肺炎检测 设备不足 没有办法做 可以做哪4间 高医 龙肿 一大长根 目前为止 高雄市可以自行检验的量 也大概450件 我们目前还是做 PCR 病毒核酸定序的方式 一梯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 纵使高雄市 全部做 一天要450个 才有办法做完 你一次 一开始想要全面普筛 后来你改口了 因为大家反弹 认为这样子是草包 不够专业 你要普筛 你要先看我们高雄市的技术能力实验室 有没有办法附和 第二个 有没有意义 如果这些技术能力达不到 也没有意义 你要做什么 难道像民间防疫联盟所讲的 赶快去买快塞4剂 我要告诉你 快塞4剂 准确率非常的低 伟阳性 伟阴性更严重 你生日制造恐慌 医疗破口 现阶段的特殊严重传染肺炎 有一定的症状 需要检测 有临床条件 有检验条件 有流行病学条件 有通报定义 有疾病分类 我知道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列给你看 如果这些症状的 就我们现在医疗体系 立即处理 这是SOP流程 检体裁检重验 也有非常清楚SOP流程 这个是让民众安心 医疗体系制成一个系统 来帮全民把关 结果你居然 希望医护人员全面普检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没有症状 就将医护人员 普塞的后遗症有什么 如果是伟阳性 他要不要隔离 如果是伟阴性 你会不会造成他掉以轻心 延护救医 如果是阴性反应 医护人员每天还是第一接触感染源 感染的风险天天存在 难道每天都拆检吗 如果没有办法天天筛检 那对医护人员的普塞意义就不大 事实上是不可能天天筛检 市长 这个就是你跟民间防疫人员所开出来的结论 还开记者会 市长何谓冰推你知不知道 你是国防专家 冰推你不知道什么叫冰推 请市长回答 市长不回答 请韩市长答复 什么叫冰推 黄委员我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你咨询这么大声 并不代表我要承认你讲话 什么叫冰推啦 好啦你如果不知道冰推我告诉你啦 针对你刚刚所说的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要澄清一下 我们跟高雄市医师公会理事长 高雄市医师公会理事长 全部做谈 你如果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就不让你回答 你如果要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何谓冰推 冰推就是冰棋推演 你扭曲了太多了 当你冰推的时候 你就是在执行冰棋推演 来 你的民间防疫人员 来你再去说谎没关系来 你的民间所谓的防疫人员 他的其他诉求 第一个 封城冰推 你居然在4月20号 跟他一起开记者会 他的诉求第一 就是封城冰推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说 你的冰推的最始原意 就是采纳他们意见 一起开的记者会 纵使叫冰推 我干什么叫冰推 冰推来自于国防专业用词 你的民间防疫人员 这些 这些成员告诉你 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这些是你冰推的演练 当你 模拟所谓冰推 两军对峙 突发状况 大规模发生的时候 你才需要冰推 现在所有的症状 尤其SOP流程 请照着中央指示去做 如果你认为 说小 社区感染 不叫做封城 冰推演论 那你就是 枉费里面国防 冰推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 把所有可能情况 把它设想出来 最后就是要封城 你到现在还拒绝 你咬什么头 你到现在拒绝说你是 为了封城来做冰推演练 这些东西 1月25号 高雄中心一起开设 5月3日以前 你冰推内容 高雄市政府都没有演练过吗 这些日子高雄市政府 有在空转吗 那些明明就是一般的SOP 那个充其量 只叫做演练 那叫防灾演练 你觉得把它用成冰推 我告诉你 市长 防疫不是制造恐慌 你用所有的名词 来制造人民的恐慌 把人民恐慌拉到最极限 韩市长 降帅无人累死三军 防疫不专业 你道听途说 你还滥用防疫资源 你造成社会恐慌 这个就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请你好好的反省 你如何在你剩下时间 当一个称职的高雄市长 帮高雄市人民 做好最好的防疫工作 不要专业收割 中央的 好 谢谢民进党团